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革开放之后 不少香港商人、企业家捐款内地 组织梅院的曾宪子 自1978年开始捐赠家乡建设 其后设立三个基金 支持内地在教育、体育 以至社会公益等事业 组织梅州的田嘉炳 在七八年开始捐建小学 他成立的基金会捐助项目 包括超过200家中小学、幼稚园和大学 霍应东在79年开始 在家乡潘渝起宾馆大桥 成立的基金一共捐献60几亿元 在各地推动教育、医疗、体育等工作 李嘉诚自79年开始捐助家乡潮州发展 之后成立基金会捐助内地 包括教育等范围 组织信德的郑玉彤和李兆基 在七、八年开始 在家乡捐建医院、学校 以及其他公益事业 邵逸夫自85年开始 在内地多个省市自治区 进行六千多个教育项目 这些大企业家 不仅是因为国家发展而得益 而是懂得回报给国家 我相信这反映到我们香港人 那种爱国之心是非常难得的 香港人要熟悉香港智 我们下期再见